我们又问一下,最近也是焦点836 Chartger有留言,18.5买,有机会反弹吗? 如果以18.5买,其实本身也不算太高位买 对比你之前8.5买,也便宜了10元才买 但这两天也跌得比较深 短期有条件做一些技术的反弹 基本面来说,大方向,长先一点,不是特别负面 但现在大家看法就没有去年看润电那么乐观 因为整个板块还是有一些新能源的转型概念 但润电的问题就是它原本也有这个炒作 甚至它在新能源的发展占比算是大 但问题就是它由去年年底说过给大家听 就是想反而将这个新能源分拆出来 所以这个会,你看到截市之后 其实股价就反而有相对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说过分拆,虽然你说可能短期会对836也有价值上的释放 但是回到中线来说,变相如果拆完之后来计 当然现在就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当你拆完之后,其实润电就没有吸引力了 因为如果你有买30元,我宁愿买去拆那只 所以你看到之后很多资金都选择退出来 形成的股价就不断走得比较弱 而且近期公布一些的营运数据 其实也是因为燃煤成本 就是煤价算是比较高 也有些压力 所以股价就走得比较差 但是刚才说到为什么会有些技术反弹的条件 因为毕竟刚刚近期调到250天线 你看到昨天也有一些反弹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货在手 这一转继续看着短明天线 如果不穿,你就继续拿着它 帮它走着反弹 反而上面来说,有没有机会弹多一点 可能想挨近20元 如果可以的,到时考虑一个多银子 也先试一试 我觉得走势上说,始终近日近月比较弱一点 还有本身资金面那个 资金楼的选择年初资金多了 这些去年强势的反而今年是走得比较差 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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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了